南投縣110年勞工運動大會 在南投高中熱鬧登場 由總工會理事長尊正嚴主持 共有34隊 約1050位勞工朋友到場參與 縣長林明珍特別出席 為勞工朋友加油打氣 並表示 勞工朋友是本縣經濟發展重要推手 更是南投縣成長的基石 要注重健康 多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以及規律運動 維護強健體魄 大家知道勞工是最基層的 一個服務單位 一個國家 不只勞工界 來為做多基層 給我們做服務 把我們的生產動能 能夠帶動起來 讓人的經濟也一度繁榮 所以勞工界的朋友 可以說貢獻非常的多 勞工朋友除了平時 在自己的工作會上 努力工作之外 身體健康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個運動會 來提倡 鼓勵勞工要多運動 讓他們身體更健康 對我們社會 在自己的崗位上 能夠做越多的工作 讓我們賺更多的外匯 來為我們國家 爭取經濟的環環 勞工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台灣 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現在勞工呢 將近有大概800萬人左右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勞動力 那我們在地方上呢 我們也看到縣政府 還有我們的總工會 其實都辦理不同的一些 趣味的競賽 讓我們的勞工呢 在身體上面都能夠獲得 適當的休息 在心靈上面也可以獲得調劑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勞工朋友 要注意平常在這個上工的時候 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議員鄭鎮言 張家哲 賴艷雪也齊許 勞工朋友秉持本縣勞資和諧的 優良傳統 勞資攜手共創南投新榮景 所以有同朋友 如果遇到工作上 還是家庭上 生活上 有困難的 我們通常來順時 來我們的總工會諮詢 來找我 我們也有憑我們這個 做六十個文來幫我們幫忙 要辦運動會 主要目的就是說互相溝通 我們平常要做運動 運動出健康 運動出快樂 運動出希望 感謝我們總工會 讓這些勞工平常在工作 幫忙之餘舉辦運動會 也讓他們重視運動 對自己身體的健康 我們也歡迎大家 一起參與總工會的活動 然後也要平常重視 自己的身體健康 要多多運動 我想感謝我們工業會 這麼用心的一個努力 讓我們勞工透過這個平臺 互相的聯誼 讓我們的身體身心靈 都能夠得到紓解 同時也能夠更健康 我經常你說 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行萬利囉 所以要就這個機會 也祝我們勞工朋友 過去對我們南投的經濟 所墊下的基礎 才有今天這樣的繁榮 縣府攝勞處也表示 勞工朋友平時忙於生活 經濟打拼 忽略了自己身體健康 然而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幸福的人生 感謝縣府重視勞工福祉 以及身體健康 支持辦理勞工運動大會 記者雙心服 南投市采訪報導